這個時候就要做評估 如果後面是真的要半熟煙阿湯的話 這還要找幾個人 邱承遠 為什麼講到邱承遠 大家笑得這麼開心 他是湯圓 你千萬不要在節目上出主意 邱承遠會承認嗎 邱承遠牙都歪了 我被戳掉了 好不容易走老運當市長了 要被傳 沒得選 沒收到錢 什麼都沒有 還要被傳 還要被傳 可是我也猜 邱承遠不會承認 就是還需要有一個人 當時的秘書長是誰 謝利公 謝利公啊 兩百萬 兩百萬沒有進千金專戶嘛 這第一個嘛 我提到謝利公頭都大 現在有誰手上來把刀最強捅蚊蚊子 謝利公 謝利公一定算在其中一個 而且謝利公當初其實還想選基隆師 對啊 但是沒有機會 雙重蛇耶 就是邱承遠不選以後 謝利公還是沒機會 可是謝利公有一個身份叫做民眾黨秘書長 當時他還是喔 所以他對這個事情的反應跟知道跟黨內的規定是什麼 我們怎麼去推估 謝利公第一天就寫篇臉書 寫說這兩百萬如果是在大學前收問題很大 是 好可是我還是在揮懷 因為今天邱培林沒有到廉政署 對 所以你不好猜 可是如果硬要猜猜兩種方法 第一個是抽原子商 這條線 對 從兩百萬一路發展下去的 可是第二個呢 第二個有可能還是政治獻金喔 對 因為邱培林實在是太特別了喔 你知道2014年 柯文哲入主台北市政府時候的兩岸小組 邱培林就已經有了 對 2015年他去上海 雙城論壇的時候邱培林就跟著了 對 2016年他都一直都有 只要雙城論壇這四個字出來 就有邱培林的角色 對 然後 到了2018年那一次 你如果再去上網去查一下2018年那個主桌名單喔 不是有十幾個台灣企業家嗎 對 你會看到一個 把下巴掉下來的事情 前一波被約談的大咖 在這一波 裡面寵物度很高耶 怎麼 你說那些大咖旗很多都是主桌的人 對啊 不要唸出來 不要唸出來 為什麼 承擔不起 因為我現在在看的是裡面有一個房仲業的大老闆 還沒有出現 我知道 然後呢 那個有的是上海全國台商總會的 對 當時當年是上海台商協會的會長 我知道有個房仲業的大老闆 對啊 你知道嗎 那個相似度好高喔 2018年那一場 然後 柯文哲跟民進黨什麼時候翻臉了 2017啊 對 邱佩玲啊 然後一久都可以看得到啊 是 還有一條線是 他身上會不會發展出其他的 我們不知道 對 看一邊看一邊闖 那一餐飯吃下來 我難以想像 今年大家要去台北地間所 小平叔 聽說邱佩玲還有跟你聯繫過 邱佩玲在本案到底代表什麼樣的角色 為什麼被傳了第二次 而且今天很有趣喔 他今天被傳 可是他請假的味道 他到處跟電視台講說 我沒有被傳 我沒有被傳 就有被傳啊 就他是一個很 人來風很熱情的人 對 人來風 很願意幫助人家 OK 有意思 一個新時代女性 我把這個特質情容 再回到這件事情上 那他呢 他跟黃珊珊好 然後他也是民眾黨的創黨的黨員 前50名 我認為非常合理 民眾黨 他不是綠 他是泛藍陣營 對 泛藍陣營 然後他就跟黃珊珊就手臉了嘛 就把黃珊珊就介紹給 黃珊珊把他介紹給這個 柯文哲 柯文哲 把他甚至介紹給這個 我們謝國良 然後 當初也在煩惱說 沙喀都是不是對國民黨不利 因為那時候民調 謝國良39.5 一度追擊 蔡適應38.1 是 邱成員3.5 差很多耶 邱成員選的機會就小嘛 那3%就關鍵耶 所以呢 所以重點就是他 他就 拉得很近 把那個阿伯 謝國良嘛 然後 而且那時候已經很早就內定 他是副市長了 對 這是一個藍白的示範區 所以 國民黨立場很簡單 本來就講好了 所以 換句話說 我支持你這個黨 可能是覺得說 你有善意嘛 對 硬說搓湯圓 我認為 不是事實 OK 因為 早就講好不推人 是 而邱成員的實力也不夠 3.5要選什麼 是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 阿伯的一言九鼎 誰選誰不選阿伯決定 沒有韓扣的餘地 喔 不像國民黨很多派系 你主席弄我也還弄死你了 對 也不太一樣你知道嗎 好所以就敲定了 然後呢 他是不是後來又被傳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啦 他第一次被傳是證實那個 證實不是為了謝國良去傳的 證實那個USB裡面是錢 對 他去就簡單講 我證實 就跟媒體大亨嘉義大善的功能都一樣 證實是錢 數字是錢 是 是錢 然後那個要鞏固那USB 不是胡言亂語的 真的是錢 就為了鞏固1500 1500對價性極強嘛 金華城跟那個 好 那這次傳的話 我覺得要弄清楚來龍去脈 就是我講的這一套 要他 要他講 那就表示檢調把這當一回事再查了啊 不是 檢調 我跟你講啊 檢調為什麼延兩個月 這個是支線而已 我覺得 沒那麼重要 然後幾個女人還沒傳啊 陳佩琪 黃珊珊 然後蔡壁如 這才要害 還有橘子 四大金采啊 四書 這才是要害的東西嘛 所以我對邱佩琳的看法 被傳一次兩次喔 檢調其實這次辦案非常謹慎 怎麼說呢 你所有 我一定法外私人 對於阿伯 就舉例說 我不去應訓 我就不抓你 對 那我這個 我這個主任檢察官到了你家搜索 我就讓你拖一小時 對 我管你要滅陣幹嘛 然後你喔 要拉上去了 要送去了 附訓 你要講就隨便你講 對 你兇我會讓你發飆 對 全部都 就簡單講 他今天喔 他贏錢不贏嘴 對 就是我的證據夠了嘛 那你怎麼鬧怎麼弄 你是自己削弱你的政治的正當性 是 那我就讓你鬧 讓你死性子 然後今天他的死性子 其實是在傷害民眾黨的支持度 跟柯文的支持度 對 可是陳志然他沒有政治經驗 認為他死性子鬧 以為他是天才 喔這正當性 開機者會 那就會更壞的結果 是 所以你跟簡聯在鬥的時候 民進黨還是厲害你知道 在鬥的時候我全部 你所有的你的人權 超乎人權之外 都把費 隨便你怎麼鬧 把費 隨便你怎麼鬧 反正我就是證據咬死金流 他整個爭辦的方向是這樣子 好 非常謝謝小秘書分析 我會想問東豪哥 有趣的事情是喔 因為秋北你被問第二次 表示檢調認真來聊 什麼樣了 對不對 我如果問一次就結束了嘛 對不對 有沒有認真這個很重要 就是檢察官把這個當一個案子 這很重要 我們原本隨便講講的 我們隨便講 講的話就認真了 可是檢察官會認真的原因 我認為 絕對不會是看新台派 絕對認真嘛 這不可能嘛 不要那麼無聊 每天在那邊 不是不是不是 所有的不管新台派 所有的報紙的電子報的節目的 全部的專人收集 可是問題是他們現在焦頭爛了嘛 他們時間都不可以 要搞這一攤 一定是 比如說手機有還原 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第一個可疑之處 第二件事情 邱佩玲很可疑 今天連政署傳邱佩玲說 邱佩玲為什麼無法到場改期 只有一種可能 你不要跟我講說他要打卡上班 老闆不准假 沒這種事嘛 對不對 沒有 副市長什麼打卡上班老闆 他做一種事 沒有準備好 我需要時間去做推演 所以才會請假 所以這個案子會不會真的 不小心搞一個大的啊 拭目以待 因為邱佩玲身份現在是證人 這很特別 證人不能帶律師嘛 這基本的嘛 對 所以反而心理壓力很大嘛 好的 連政署也很妙 邱佩玲打個電話說 可不可以改一天呢 連政署也同意耶 就是小平叔剛剛講的啊 檢調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都不要被你留下畫柄嘛 好 因為邱佩玲今天沒有去 所以你就不好猜 他到底要問他什麼 是 因為之前是謝國良 邱佩玲謝國良 那邱佩玲 所以有一個可能 就是問謝國良那兩百萬的事情 對啊 因為媽媽給謝國良 謝國良拿給邱佩玲 邱佩玲就拿給柯文哲嘛 如果是這條線 那太簡單了 不需要再問了嘛 對啊 就逗了嘛 而且為什麼要傳這麼急 好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要做評估 如果後面 是真的要辦首贏阿燈的話 這還要找幾個人 邱佩玲 邱佩玲 為什麼講邱佩玲 大家笑得那麼開心 他是湯圓 你千萬不要在節目上出主意 邱佩玲會承認嗎 邱佩玲牙都歪了 邱佩玲我被戳掉了 好不容易走老運 當市長了 要被傳 沒得選 沒收到錢 什麼都沒有 還要被傳 還要被傳 可是我也猜邱佩玲不會承認 就是還需要有一個人 對 當時的秘書長是誰 邱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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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萬 兩百萬沒有進千金專戶嘛 這第一個嘛 我聽到邱佩玲頭都大 現在有誰手上來把刀最想捅柯文的 邱佩玲 邱佩玲 邱佩玲一定算在其中一個 而且邱佩玲 邱佩玲當初其實還想選基隆史 對 但是沒有機會 雙重死 邱佩玲不選以後 邱佩玲還是沒機會 邱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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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對這個事情的反應跟知道跟黨內的規定是什麼 就我們怎麼去推估 謝利公第一天就寫篇臉書 是 寫說這兩百萬如果是在大學前收問題很大 是 好 可是我還在揮懷 因為今天邱佩玲沒有到廉政署 對 所以你不好猜 可是如果硬要猜 猜兩種方法 第一個是抽原子上 這條線 對 從兩百萬一路發展下去 可是第二個呢 第二個有可能還是政治獻金喔 對 因為 邱佩玲實在是太特別了 你知道2014年 柯文哲入主台北市政府的時候的兩岸小組 邱佩玲就已經有了 對 2015年他去上海 雙城論壇的時候邱佩玲就跟著了 對 2016年他都一直都有 只要雙城論壇這四個字出來 就有邱佩玲的角色 對 然後 到了2018年那一次 如果再去上網去查一下2018年那個主桌名單喔 不是有十幾個台灣企業家嗎 對 你會有 你會看到一個 把下巴掉下來的事情 前一波被約談的大咖 在這一波 裡面重複度很高耶 怎麼 你說那些大咖其實很多都是主桌的人 對啊 不要唸出來 不要唸出來 為什麼 承擔不起 因為 我現在看的是裡面有一個房仲業的大老闆還沒有出現 我知道 然後呢 那個有的是上海全國台商總會的 對 當時 當年是上海台商協會的會長 我知道有個房仲業的大老闆 對啊 你知道嗎那個相似度好高喔 2018年那一場 然後柯文哲跟民進黨什麼時候翻臉了 2017啊 對 邱佩玲啊 然後19都可以看得到啊 是 還有一條線是 他身上會不會發展出其他的 我們不知道 對 看一邊看一邊闖 那一餐飯吃下來 我難以想像 今年 大家要去台北地間所 真的是 那怎麼辦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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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